我体谅人 谁来体谅我呀 你想想看 我现在这样搬出去 别人怎么看我呀 蔡永豪 我是你的老婆 不是你的小三 蔡永豪 我看你是对元珍 旧情复燃了是吧 你觉得这样对我公平吗 对逗逗公平吗 说实话 对你俩这都不公平 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那我怎么跟冷剑说呀 她 你跟她说什么 再说了 你怎么能找她呢 奇怪了 你能找黄豆豆 我就不能找冷剑吗 他们俩的情况一样嘛 黄豆豆单纯 从没有结果婚也没生育过 算了 我们不说这个了 还是说说老爷子的事 远珍 你能不能看在老爷子 对你的情分上 就帮我这个忙 是不能让老人家再受刺激了 是不能让老人家再受刺激了 可是冷剑那儿 我怎么跟她说呢 实话实说好了 她有什么不答应的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自私啊 就你有感受别人没有吗 好好好 那这样 我去跟她说好吧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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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跟她说 要不是为了老人家 我才不会帮你这个忙呢 我知道 我知道 谢谢你 远珍 我知道 一定会帮我这个忙的 那豆豆什么态度啊 我还没跟她说呢 我还没跟她说呢 你还没跟她说呀 你先回去做好她的工作 我可是把话跟你说清楚了 她要是来闹 我就走 你放心吧 绝对不会发这种事 远珍 谢谢你啊 好了 先回去做好你老婆的工作吧 你老婆的工作吧 我走了 再见 远珍 蔡永豪就是个混蛋 这早干嘛来着 他就怕老人受不了刺激嘛 他爸受刺激关我什么事 反正我不同意 再这么说 他爸以前对我也很好 很照顾我的 你就答应吧 我买菜一种 你买菜的时候好好想想 回来我们再好好商量 就是我不同意 不行 我不同意 我 不同意 豆豆 闹够了没有啊 不行 你下来 不下来 你下来 我不下来 你放手 下来 你放开 你坐这儿 我不坐 你放开 蔡永豪 我跟你说 自从跟你结婚开始 我就没见过你爸爸 你把我娶回家 你就减着大便宜了 你现在还让我配合 你的假孝顺 不可能 好 我跟你承认错误行了吗 这样 我向你保证 在我爸走之前 我把我们俩的事 跟他公开了 总可以了吧 你爸来了你就告诉他 王逗逗 你不能无理取闹吧你 谁无理取闹了 蔡永豪 你离婚再婚 都不告诉你爸爸 你还让你前妻搬回来住 让你现在的老婆出去住 你不觉得你做得很荒唐吗 我为什么这么做 我不是怕我爸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吗 一点都不会体谅人 我体谅人 谁来体谅我呀 你想想看 我现在这样搬出去 别人怎么看我呀 蔡永豪 我是你的老婆 不是你的小三 我们下班 蔡永豪 我看你是对元珍旧情复燃了是吧 你别胡说啊 没有的事 谅你也不敢 那你下去跟你爸爸说 反正迟早都要说的 你个黄豆豆 当初不是你背着我 把孩子打掉 那现在我们还有孩子 跟老爷子说话 现在什么都没有 怎么跟老爷子说 居然敢怪欺负我来了你 我 行了 发那么大火呢 平时也没见你火气那么大呀 那能一样吗 那是原则问题 什么原则呀 袁珍回去就照顾照顾老爷子 对吧 跟蔡永豪没关系啊 那蔡永豪要是欺负袁珍 我又不在身边 这促吃啊 没想到啊 我哥有小清新的时候 佩哥 回来了啊 姐 坐 我姐刚给我买两张电视票 一会儿临老赵看见啊 行 你照顾好老赵啊 行吧 来 好 小山 让她开你车去 大哥 少废话啊 要不然开小山的车 要不然就别去 你自己选 没事 那开我车吧 行了行了 开我的吧 在包里呢 就在客厅里啊 怎么着 知道你自己错了是不是 完了 这一次 你必须得跟我一起演这出戏 而且还得演好 那 那你就跟你爸爸说 我怀孕了 你当我爸是什么 这么好骗啊 他老爷子是火眼金睛 蔡永 老爷子脾气可不好啊 稍一得罪他 他立刻会把我赶出去 到时候我们可是无家可归的 你以我看啊 你还是配合我演这出戏最好 你们两个刚才在笑什么呀 想知道吗 我哥呀 他吃醋了 去去去去 还在为那事纠结啊 我哥呀 他是怕你被蔡永豪欺负 什么呀 我是不想让你再去伺候别人 看见没有 这还没过门呢 就这么心疼你 这要真成了我们冷家的媳妇 还不定怎么疼你的 讨厌啊你 行了哥 你就别让袁真为难了 好歹袁真和老人家 也恭恭而喜一场 回去伺候一下老人家 也是应该的对吧 我保证每天回来看你们 我们呢 行了 看你行吗 算死了 算死了 此地不亦久留 来 老婆大人 还有什么要求 尽管说 你 你去念 非常时期佳规 好 第一条 不许跟袁真同床 你是我老婆现在 再说了即使你答应我都不会答应的 少废话 继续念 第二条 不许当着袁真的面换睡衣 第三条 袁真不许穿 吊带蕾丝半透明睡裙 这好像不会常管吧 他住在咱们家 旧柜咱们家管 念 第四条 不许看着袁真睡觉 更不许有牙念 邪念 你这少了个耳朵 你 好好好 第五条 在爸爸面前秀恩爱 仅限于语言上 不许牵手 不许拥抱 不许眉来眼去 第六条 要每天早晚 向至高无上的老婆大人 汇报思想 记住了吗 你每天回家前都必须看一遍 你要是犯了其中的三条 一条 不对 两条的话 你就死定了 是是是 我一定记住 一条都不犯 行吧 那我们拿行李了 不是 你来干吗 我要搬过来住 一直到袁真回来为止 不是 黄豆豆 你疯了吧 我没疯啊 袁真现在要去代替我的位置 那我也要过来代替她的位置 不是 你有没有搞错呀 是你们家蔡永豪 逼着袁真回去住的 不是她自愿的 我也不是自愿的呀 我问你 要是他们俩旧情复燃 咱们俩怎么办 豆豆 你要这么说我就不去了 那不行 你必须得去 那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啊 你别闹了行不行 你有这闲工夫 回去管管你老公 别在这儿瞎烦人 喂 冷静 我现在也是为了你好 你干吗不站在我这边啊 怎么了你 差不多就行了 赶紧回去吧 行 你们俩不让我过来住是吧 那我就搬回去 到时候老爷子看见蔡永豪 有两个儿媳妇 看她怎么反应 关我有什么气 好了好了 爸 你既然那么想跟冷静住 我没意见 只要冷静同意 你看你看 袁安珍都同意了吧 你同不同意 我凭 冷静 老爷子身体不好 万一出了事 我心里也会不舒服 你答应她吗 好了 行行行行 袁安珠就住 但是有一条啊 这家里的女主人 是袁珍和冷山 你别这儿气质一屎地 跟我当大小姐 我知道 好 走 走 袁珍 爸来了 爸 爸 来了 我看你这气色不错 身体挺好啊 我这还等着啊 你给我生个大泡孙子呢 爸 爸 袁珍已经给您放好洗澡水了 你先泡泡澡 等一下我给您搓背 谢谢 还是跟儿子住一起好啊 我不想回去了 爸 不回去了 怎么 你不欢迎我 没有没有 怎么会呢 爸 那你先上楼 我去给你做饭 好 这要说得到做饭啊 凡是吃过袁珍饭的 我那些老战友啊 老同事啊 老朋友啊 你这儿媳妇饭做得好 色香味俱全 你说说 给我争了不少的面子 这家里变化不大了 你懒得折腾了 还是老样子 你都看到了 我看啊 是你懒得动他 人家元真可勤快了 爸 要不先带您上楼啊 好好好 老同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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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妈呀 我以为遇上鬼的呢 差点把我吓死了 你又怎么了 你又怎么了 别别别别别 别哭别哭 明明是她把我给吓上了 大乱哥我动不了了 你带我进去 这丫头 长晚要我的老命